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票据伪造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如果说呢咱们把它结合起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说票据伪造本身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频考点 那如果呢是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频考点 因此呢这两个制度碰撞在一起 我们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其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呢我给大家举几个 我们教材中出现的例子 帮助大家呢更好的来理解和掌握这块内容 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那这第一个例子呢 首先我们这儿有一个出票人甲 然后呢有一个行为人A 那这个行为人A呢 他其实就谎称自己是这个甲 进行了一个票据的一个伪造 也就是说呢他宣称自己是甲 然后呢在票据上签了假的一个张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这个A同学 他的这个行为其实呢就是一个票据伪造 但是呢他的这个票据伪造 其实呢是在出票这个票据行为上 进行了一个签章的一个伪造 好那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的一个讲解 如果说呢这时候我们的一个签章 存在着一个伪造的情形 那其实呢应该说我们出票这个行为本身呢 他其实应该是无效的 或者说呢是不成立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呢其实由于出票 我们这块由于存在着一个签章伪造 其实呢我们这块压根 是没有创设出来一个票据权利的 这个呢还是请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打着人家出票人甲的一个旗号 这时候呢出票给了以 由于这里边呢我们存在着一个票据的伪造的问题 所以说这时候乙同学 他其实呢并没有取得我们相应的票据权利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说将来咱们的乙同学 我继续往后去背书转让 比如说把这个票据呢背书转让给丙同学 那这时候假比如说我们的丙同学 他其实呢符合我们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相应的一些构成要件 满足相应的条件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其实呢咱们的丙同学 我呢就可以根据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这时候我能够取得相应的票据权利 好那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其中涉及到的几个主体 他们是不是呢要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的问题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乙同学 那这个乙同学呢 你在背书的时候肯定是在票据上做出了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那因此呢我们这个乙同学 你是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乙同学是票据债务人 但是呢你站在出票人假和行为人A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A同学他其实呢是一个伪造人 我们这个出票人假他呢是一个被伪造人 那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结论 那这个伪造人也好被伪造人也好 我们呢通通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票据伪造 在出票的时候如果说涉及到一个签章的伪造 那这时候呢又去关联上一个票据权利善业的制度 这时候有可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案情 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自己来分析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这块他强调的是说 我在背书转让的时候 可能呢我出现了一个签章的一个伪造 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分析它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案情 那首先呢仍然是有一个出票人 他的出票给到我们的A同学 好那紧接着A同学呢可能他就不小心把这个票丢掉了 或者说呢这个票被B同学呢给盗走 然后呢B就向这个C来宣称 说我呢其实就是这个A同学 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签章的一个伪造 所以说这时候B呢他其实是在背书转让的时候 他签的是A的一个名字 那这里边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票据签章的一个伪造 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C同学 那这个C同学呢假比如说 他是不满足善于取得的一个构成要件的 也就是说这个C同学呢对于说这个B 其实你并不是A这件事情本身 我是心知肚明的 又或者呢说C干脆呢是和B两个人怎么样 穿一条裤子 我们两个人其实呢是穿通好的 说这个时候呢B去偷A的这个票 然后呢再来伪造一个签章 总之呢不管各种原因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C同学 由于你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因此呢其实这个C同学 其实并没有取得我们相应的一个票据权利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说呢这时候我们这个C同学继续往后 比如说把这个票据背书转让给我们的4D同学 好那在这个时候 假比如说我们的4D同学 他呢其实是符合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的D同学就可以根据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来取得相应的一个票据权利 好那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紧接着再来分析一下ABC三个人 是不是应该去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好首先来看C同学 那C同学呢你毕竟是通过背书的一个票据行为 把这个票据权利所谓的转让给了我们4D同学 当然我们都知道4D同学能够拿到票据权利 并不是因为一个背书受让来的 他的这个票据权利是自己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取得的 但是呢你不管怎么说 这个C同学他在背书的时候 其实一定是要在票据上做出自己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呢我们这个C同学将来 要不要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注意要承担 因为票据上呢有你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所以说C同学是要去承担票据责任的 好那紧接着来看A和B 那这块是不是又介入到我们之前给大家的讲解 那这个A同学从身份上 他呢是属于被违造人 那我们这个B同学呢 他其实属于伪造人 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结论 不管是伪造人也好 被伪造人也好 这块呢我们通通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那这块呢就是在背书转让的过程中 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签章的伪造 那这时候呢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它如果去结合我们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又会呢如何来进行构建这个案例 那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命题老师呢非常喜欢去出的一种命题的套路 因此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课下的时候 能够自己呢学会去分析 这里边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票据权利的一个消灭的问题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呢因为付款而消灭 那在这里边我们的票据权利人呢 向票据债务人去主张权利 如果说我们的票据债务人向他呢进行了一个付款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票据债务就消灭掉了 好那在这里我们首先先来看 如果说这时候票据权利人 我主张的是付款请求权 那在这里边我们汇票的付款人 或者是成对人 本票的出票人 支票的付款人 如果说呢咱们就向票据权利人支付了相应的票据金额 那这时候票据权利他就全部消灭掉了 因为你的根本目的已经实现了 别人呢已经向你进行了一个付款 好那这个呢是第一顺位的票据权利 也就是付款请求权 好接下来再看第二顺位的票据权利 也就是追索权 那如果说出现了追索室友 这一时候呢票据权利人 向其他的票据债务人去主张追索权 那这时候被追索的人 我们呢向这个票据权利人履行了义务之后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票据债务人自身的票据债务 其实呢就消灭了 但是呢同时我们这个票据债务人身上呢 他享有一个再追索权 他可以向自己的前手进行一个再追索 好这个呢就是由于付款 而导致票据权利的一个消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追索权 因为呢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权而消灭 那什么叫做票据权利的一个保权 那在这块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指的是两层含义 第一个呢叫做遵期提示 第二个你要取得呢居付证明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呢遵期提示 它指的是说票据权利人原则上 我们应该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 以规定的方式去提示付款 或者说呢提示成对 这个叫做遵期提示 一定是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好并且呢如果是说在你被拒绝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拒绝付款 或者说呢别人拒绝对你进行一个成对 你在被拒绝的时候 我呢一定要取得相应的一个据付证明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拿到据付证明的话 将来呢你是无从开展一个追索的 因为你追索权要想行使你是必须要拿到据付证明 所以说如果你在被拒绝的时候 没有能够去取得相应的证明 没有能够去拿到据付证明的话 那这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行使追索权的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所谓的票据权利的保全 它其实主要指的是两层含义 第一要遵期提示 第二我们要取得据付证明 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追索权将因此而消失掉 那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说追索权由于呢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而消灭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客观题 比较喜欢考到的内容 叫做失票救济 也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票据权利人不小心 把我的票给丢了 那因为呢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进行的讲解 我们这个票据权利人往往呢是通过自己持有的这个票据 来证明自己票据权利人的一个身份 进而能够享有相应的一个票据权利 那现在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咱们票据权利人不小心把这个票给弄丢了 那这时候我如何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 那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主要有三种途径和方式 第一种呢叫做挂师指付 第二种叫做公式催告 第三种呢叫做民事诉讼 那这三种方式我们呢是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的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一个潜质性的条件要求 你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申请公式催告 我法律有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先要去申请挂师指付 你才能够去申请公式催告 注意没有这样的一些潜质性的条件要求 那我可以直接来申请挂师指付 我也可以直接去申请公式催告 这些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请大家呢特别记住这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给大家呢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看挂师指付 好那这个挂师指付它有点像什么呢 它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实生活中 比如说你有一个银行卡 那这时候银行卡丢了 你是不是就要去银行去做一个临时的挂师手续啊 好那这个临时的挂师手续 它就有点像我们这给大家谈到的一个挂师指付 好首先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银行卡丢了 那银行卡或者说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个钱 还是不是你的 你注意银行卡仅仅是丢了 但是银行账户里的钱还是你的 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必须秉持住 说虽然票据权利人把这个票给丢了 但是票据权利人想不想要票据权利 你注意它还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这点我们先想清楚 另外呢就是这个挂师指付 它就有点像我们银行卡丢了之后 你去银行呢去做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挂师手续 那在挂师之后 如果说有人捡到了你的银行卡 他是不能够用这个银行卡来取出钱的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这种临时性的一个挂师手续 它其实呢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救济措施 它只是呢临时性的这么一个措施而已 你必须呢把它秉持住这个理念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挂师指付 所谓的挂师指付呢 其实就是指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这个情形 我去通知给咱们的付款人 付款人接到通知之后 我就决定呢暂停付款 以防止他人能够取得呢 票据金额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救济措施 那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像我们 这个银行卡丢了之后 你跑到银行去做的这种临时性的一个挂师手续啊 好那在这里边呢就是挂师指付的一个概念 好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适用对象 好的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适用对象呢是这样来谈的 说已经成对的商业汇票支票 以及呢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 以及呢填明了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如果说丧失的话 我们呢是可以去通知付款人 或者是代理付款人来挂师指付 那如果说咱们没有填明现金字样 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 或者说呢我们没有填明现金字样的一个银行本票 如果你丧失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得挂师指付的 所以说呢关于挂师指付的这个圣体对象 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容易混淆 那越是容易混淆的地方 越是呢我们命题老师特别喜欢去考察的地方 那因此呢请大家一定特别的来进行一个注意 好那我们这块呢还是分为绘本质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首先呢从汇票的角度来说 我们呢这块其实呢是根据出票人的身份不同 我们呢分为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 那这个商业汇票如果说咱们是已经成对的 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做挂师指付的 好如果是银行汇票你就要看清楚 如果你填明了现金的字样和代理付款人 这时候咱们可以挂师指付 如果说你没有填明 那这时候是不得挂师指付的 好这个是汇票 接下来再看本票 本票的话呢 其实我们国家的本票其实指的都是银行本票 这个呢我们等会将来介绍本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好那这块对于本票而言 如果说咱们填明了现金的字样 这时候呢我是可以挂师指付 好如果没有填明 没有填明的话是不得挂师指付的 好最后呢就是支票 我们的支票都是可以来挂师指付的 因此呢这块希望大家呢一定能够精准的记忆 好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呢 拟逆向的思维 稍微呢去记这两个比较特殊的 说不得挂师指付的 这个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个记忆负担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挂师指付 它的一个程序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这个票据丧失 那这时候失票人呢 可以及时的去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来进行挂师指付 但是呢有一些他是不得挂师指付的 那在这里呢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那在这里我们的付款人或者是代理人 收到挂师指付的一个通知书 那这时候我必须要立即的暂停支付 好那在这里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差 我在收到挂师指付之前 已经把这个钱呢向持票人进行了一个付款 那这时候钱都已经付出去了 那这时候我还需不需要再接受挂师指付 那这时候已经没有再接受的必要了 所以说呢这时候咱们就不再接受挂师指付了 好这个呢你注意一下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说失票人我们呢应该在通知挂师指付后的三日之内 我们呢也可以在票据丧失之后 依法呢向人民法院申请公事催告 或者向人民法院去提起一个诉讼 好那在这里你就能够去读出来 说我可不可以先做挂师指付 再去做公事催告 或者是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注意可以 那这块我可不可以跳脱开挂师指付 我不要这种临时性的救济手段 我直接跑到人民法院去申请公事催告 或者提起一个诉讼 注意这块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里边呢我前面一直在说 说我们这三种救济手段 它没有一个钳制性的一个条件的要求 所以说这块呢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当然你可以先去做挂师指付 但是这个挂师指付我们强调了 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措施 所以呢你有了这个临时性措施之后 未来呢你还可以去申请公事催告 或者提起个民事诉讼 但是我可不可以绕开这个挂师指付 直接去申请公事催告 或者提起民事诉讼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块呢大家一定把这个逻辑 给它呢梳理清楚 好接下来再看 为什么咱们强调说挂师指付 它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这么一个救济措施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付款人或者是代理付款人 收到挂师指付通知书之日起 如果说咱们在12日之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一个指付通知书 那这时候呢从第13日开始挂师指付的通知书就失效了 所以说呢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这么一个救济措施 它是有一定期限性的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看一下公事催告的问题 好那这个公事催告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那在这里按照规定可以去背书转让的一个票据的持有人 如果说呢因为票据被盗遗失或者是灭失 我们呢是可以向票据支付地基层的人民法院来申请公事催告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咱们是填名了现金字样的一个银行汇票 或者是银行本票 以及呢用于支取现金的一个支票 那这块这些票据 由于呢咱们是不得背书转让的 因此呢我们是不能够去申请公事催告的 好那这块呢其实就会涉及到 说关于公事催告我到底适用于哪些票据 这个呢也是客观题 令提老师呢非常喜欢测试的一个点 因此呢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道2020年的多选题 根据票据法的制度规定 在下列票据当中 持票人如果丢失票据的时候 我们呢可以去做申请公事催告的用 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说现金支票 那这个现金支票是真的不适用于公事催告的 好那再来看B选项 说现金银行本票 那这块呢其实我们的银行本票 也是不适用于公事催告程序的 好那对于一个多选题而言 如果咱们能够明确排除两个选项 那是不是这道题你肯定可以作对 所以说呢对于转账支票 以及呢银行成堆汇票 这个呢都是可以去申请公事催告的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和D两个选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事催告的一个申请人 好那这个公事催告的申请人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失票人 也就是呢在丧失票据之前呢 最后的这个合法的持票人 也就是票据所记载的一个票据权利人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申请人 好那在这里边你注意一下 如果说呢出票人已经签章的 并且呢是授权补计的一个支票丧失之后 那这时候呢咱们的持票人也是可以来申请公事催告的 好那这块什么叫做已经签章的授权补计的一个支票 这个呢我们等学完了支票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看这点 你就觉得它比较好理解 所以这时候呢大家不要太着急 你呢先把这个点给它放一放 等我们学完了支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说公事催告的一个具体的程序 好那这块呢我们首先带着大家 先呢从理念上你先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公事催告的具体程序 然后咱们再来看具体的规定 好那这时候你比如说啊 贾同学他呢有一张这个比如说会票 那这时候这个票给丢了丢了之后呢他就跑到人民法院 说我要求呢去申请这个公事催告程序 也就是说呢要求人民法院来证明 说我们这个贾同学其实就是这个票据的权利员 那你说你这个问题找到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有没有很好的办法 去人民法院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人民法院呢只能是贴出来一个公告 说我们这个贾同学说他现在有一张票丢了 大家呢你看有没有什么意义 好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呢有一个贾同学 哎他呢就跑出来说我有意义 说你假说你那张票丢了 但其实这张票明明就在我手上 而且呢我才是最后的一个票据权利员 那这时候如果说有这个贾同学跳出来 那在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说贾同学你说这张票究竟是不是贾丢的这个票 好如果说呢最后确认说这个票呢 本身不是贾同学丢的这张票 那这就是闹了一场误会 那这事情呢就罢了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现在呢我们义同学跳出来 结果这张票呢刚好 就是贾同学丢的这张票 那现在你就会发现贾和义之间 其实他们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实体的争议 就是关于这张票究竟应该是归属于谁 那既然是有一个实体的争议 那这时候呢公式催告程序 它是不负责解决实体的一个争议和矛盾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贾和义两个人就应该手拉着手干嘛 跑到人民法院去民事诉讼的形式 来解决你们这个实体上的一个争议 好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义同学跳出来 那这块呢你就要看义同学拿出来这个票 究竟是不是贾同学丢的 如果是贾同学丢的 两个人直接去民事诉讼解决实体争议 好如果不是贾同学丢的 这个呢就虚惊一场 好那这时候等到我们公式期限进嘛 如果说呢没有人跳出来说表示反对 或者说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虽然说有义同学呢跳出来反对了 但是呢事后证明说这仅仅是虚惊一场 好那如果是这两种情形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从侧面来进行一个佐证 说好像贾同学说他这个票丢了 那这时候呢既然说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基本上人民法院就可以推定出来 说贾同学呢确实就是这个票据的权利人 而且这个票呢可能确实就已经丢了 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公式催告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贾同学呢 他可能真的就是这个票据的权利人 好那如果说呢等到我们这个公式期限界满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贾同学你必须再一次的向这个人民法院提出一个申请 请求呢人民法院去给你做出一个除权判决 好那究竟什么叫除权判决大家想一下 本身贾同学你是一个票据权利人 那你是通过什么来证明你的票据权利呢 你是通过自己所持有的这张票据来证明你是票据权利人的身份 但是现在我们人民法院呢通过公式催告程序 现在是不是已经佐证了 说你这张票确实是已经丢了 好那这时候我们能够证明说贾同学 你确实是票据权利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呢你现在没有票来证明你票据权利人的身份 那这时候呢人民法院会下一个判决 那这个除权判决他除的是什么权呢 他就把这个票据权利从这张票上本身给他剔除出来 那这时候贾同学凭借着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一个除权判决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自己票据权利人的身份 好既然你能够证明自己票据权利人的身份 那你将来比如说你去行使付款请求权也好 行使追索权也好 是不是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时候人民法院做的这个除权判决 实际上呢是把我们这个票据权利 从票据上给他剔除出来 通过这个除权判决来证明我们贾同学呢 是票据权利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好这个呢就是公式催告 他具体的一些程序上的一个做法 好你大概的了解了 这个公式催告是怎么做的之后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相应的一些知识点 那这块呢你就会觉得比较好理解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申请人 要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来申请公式催告 那人民法院受到申请之后呢 应该进行审查 如果说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 我们呢要通知予以受理 好那这时候如果说人民法院决定受理 首先呢我要去通知一下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 你要去停止支付 那这时候呢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 收到停止支付通知之后应该呢停止支付 一直呢要等到整个公式催告程序的终结 好那接下来 人民法院呢在受理申请后的三日之内 就发出公告 我们呢去催促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 那在这里边我们公式催告的这个期间呢 一般来讲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 但是呢你不能太短 你要足够长 这时候才能够充分的证明 说这个票究竟是不是申同学了 那这个票是不是真的已经丢了 所以说呢公式催告的这个期间 它呢是不得少于60日 并且呢公式催告期间的届满日 是不能够早于票据付款日后的15日的 好那这块呢这个时间要给的足够久 好那这时候如果说呢利害关系人 在人民法院做出出权判决之前 你跑来申报这个权利了 也就是有个乙同学跳出来申报权利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人民法院就通知 这个乙同学向法院去出示这个票据 并且呢去通知公式催告的申请人 来查看这个票据 好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呢这个票据本身 就是我们这个申请人公式催告的票据 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了一个实体的矛盾 有实体矛盾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裁定终结公式催告程序 并且呢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 那这时候之所以要终结公式催告程序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实体上的矛盾 那这时候呢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 好那如果说是虚惊一场 并不是我们这个申请人公式催告的票据 那这时候人民法院就裁定驳回 这个利害关系人的一个申报 好那紧接着如果说呢在申报权利的期间之内 没有人来勾申报权利 或者说呢我们有申报但是被驳回了 也就是虚惊一场 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申请人 应该呢是自公式催告期间 届满次期的一个月内 你要重新向人民法院提出一个申请 来做出除权判决 那如果说呢你逾期不申请这个判决 我们呢会终结这个公式催告程序 那在这里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我前面谈到的这个除权判决这件事情本身 不是人民法院等到我们公告期间 自动的给你做出的 这时候是必须要由我们的申请人 你重新再一次的申请人民法院来做出 那你比如说我们很早很早之前的年份 有个别的例年真题呢就考到过这点 说由于申请人律师的一个疏忽 他呢其实没有向人民法院去申请 做出一个除权判决 那这时候会导致什么后果 这个后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去终结这个公式催告程序 好那在这里呢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呢等到期限届满次期的一个月之内 你必须赶紧向人民法院呢再去做出一个申请 申请他去做出相应的除权判决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除权判决的效率 首先呢这个除权判决本身 我们会确认这个申请人他真的就是票据权利人 第二呢就是这个除权判决一旦做出来之后 他就宣告我们的票据失去效率 也就是票据权利和票据呢相分离 原来的这个票据凭证 你不再是票据权利的一个载体了 那我一直反复在说 这个除权判决除的是谁 他除掉的其实就是依附在这个票据上面的票据权利 给他从票据上剔除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除权判决的一个含义 好那在这个里边我们申请人呢 有权持这个除权判决向票据上的义务人去主张我们的票据权利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票据权利已经呢和票据相分离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票据权利人能够持着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除权判决 来证明自己票据权利人的身份 进而呢可以去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除权判决的一个撤销 如果说呢我们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呢正当的理由 说我不能够呢在判决之前向人民法院来申报权利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的一年之内 向做出呢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呢撤销这个除权判决 那这块呢就给出了相应的一个救济的途径 你稍微呢去注意一下 好那其实呢除了申请公式催告程序之外 我们呢还有一种去救济的手段 就是直接呢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那在这里除了以公式催告程序 证明自己的票据权利之外 我们呢还可以通过提起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 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好那这块呢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试票救济的三种途径 好那我们呢讲到这里 稍微呢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我们这一块内容呢给大家其实谈到的 是关于票据权利 那关于票据权利 我们一上来呢给大家探讨的 是关于票据权利和票据责任 或者说呢关于这个票据债务的问题 那在这里关于票据权利 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票据时效的相关内容 那关于票据债务的话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谁是我们票据的主债务人 谁是我们票据的债务人 谁呢又是我们的票据关系人 好另外呢就是去探讨了一下 关于呢票据权利的一个取得 这个点呢相对来说 它比较偏理论性 考试的时候呢设考可能性不是特别的高 那紧接着就进到了一个非常高频的考点 就是关于呢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那这块呢我也给大家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希望大家呢在课下的时候 你自己能够去分析一下这些例子 看看这里边相关的当事人 他究竟能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 是不是要去承担票据责任 这个呢大家下来之后 一定自己呢好好地去复习一下 好那最后又给大家呢去讲解了一下 票据权利的一个消灭 那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去讲解了 一个失票救济的问题 好这个呢就是咱们整个的第二单元 关于呢票据权利给大家呢进行的讲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就非常快速地 再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个单元 关于呢票据抗辩 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票据抗辩 那这个票据抗辩 其实呢就是指票据上记载的票据债务人 基于呢合法的适用 对持票人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一个行为 好那这块本质上来说 它就是一种抗辩权 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呢还是简单的和大家来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给大家谈到过 说我们的票据权利 其实呢你从本质上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种债权吧 好那今天是一种债权的话 所以说我们的权利人行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请求权 好那今天是一个请求权 那需要大家去激活一下 我们呢在第二章到第四章的一个学习 那既然说债权人行使了一个请求权过来 那这时候如果作为一个债务人 我想堂而皇之的 合理合法的去拒绝承担这个债务 我能够行使的是什么权利 我行使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抗辩权呀 所以说这里边起根上来讲 还是我们民法那一套最基本的理论 也就是票据权利人 我行使的其实是一种票据权利 但其实本质上来说 这种票据权利它就是一种债权 那这时候票据权利人 像我们的票据债务人 去主张行使票据权利 那这时候我们的票据债务人 也就是咱们的义务人 其实呢我可以通过行使抗辩权 来阻碍我们这个请求权的一个行使 所以说前边我们谈到的 是由于呢我们这个票据行为 竟然产生了一个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 那我们前面第二单元更多的 强调的是这个票据权利的问题 那其实呢我们第三单元更多的 就是强调站在票据债务人的角度 说我可以去主张哪些抗辩 那我一旦能够去提出这样的一些抗辩的话 我其实呢就可以拒绝履行相用的一个票据债务了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票据抗辩 那你能够知道说它本质上 其实和我们前面在第二章第四章 学到的那些抗辩权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一种抗辩 或者呢比如说同时履行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等等 那包括我们的先履行抗辩权 我们的一些先速抗辩权等等 这些其实都属于一种抗辩权 所以我们这谈到的这个只是呢 在票据法意义上 我们会有一个票据抗辩 好那这块呢 大家能够去梳理清楚到底什么叫做票据抗辩 你把这个抗辩权给它理解清楚之后 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讲解票据抗辩了 好那我们的票据抗辩呢 其实它分为两类 一类呢叫做物的抗辩 一类呢叫做人的抗辩 那这个物的抗辩简单用大白话来说 其实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现在其实是这个票本身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所谓物的抗辩是说 我这个票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那这个既然是你这个票本身出了问题 那就换言之 四海八荒不管是谁来 我都可以对他进行抗辩 比如说贾拿着这个票来 那你这个票有问题 我作为票据债务人 我是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的 好那如果不是贾来 换了已来 那这时候本身是票存在着问题 所以说作为票据债务人的我 我仍然可以对你进行抗辩 所以不管是贾一丙丁 还是张三李四 四海八荒 不管是谁来 那只要是这个票有问题 我都可以对你进行抗辩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种物的抗辩 我们其实呢从法理上 也把它叫做一种绝对的抗辩 因为本身这里边其实出问题的 就是这个票本身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物的抗辩 好那在这里呢 还是和大家强调一下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其实呢我们考试的重点 是放在等会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人的抗辩 所以说呢物的抗辩这一块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你稍微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这块呢不需要大家 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他强调的就是 我票据所记载的 全部的票据权利均不存在 比如说这时候 我欠缺绝对必要 记载事项 或者说呢我记载了 导致出票行为 无效的一些事项 比如说呢我出票行为 负条件等等 好那这块呢 其实是由于说出票 这个票据行为 我们呢其实是在 票据法分择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所以说这时候可能 你去看这个法条 相对来说呢 会觉得有一点点抽象 等未来你把票据法 分择都学好了之后 其实呢再回过头来看 就应该说呢是比较好理解 好那你再比如说 我们记载了不符合法律规定 会导致票据 无效的一些呢 事项 比如说票据中的这个金额 中文大写和数码 不一致 或者呢我们对于这个 今日收三个事项 进行了相应的更改等等 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本身 票据所记载的 全部的票据权利 通通不存在 说白了 这时候你拿过来的一张票 其实就是一张废纸 那这时候我当然可以 对你进行一个误的抗辩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说票据上记载的一个 特定债务人的一个债务 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千张人 我呢是欠缺现有的 民事行为能力 那这时候我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这时候呢 我所谓的票据行为是无效的 因此呢 我也不需要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你比如说一个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呢进行了一个背书 那这时候虽然说 有我的一个签章 但是这时候 由于呢 我欠缺相应的一个 民事行为能力 那因此呢 我也不需要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好那这个其实出问题的也是票 不管将来是张三找到我 还是李四找到我 四海八荒谁来找到我 我都可以拒绝承担现有的票据责任 那这本身呢 就是因为特定债务人的这个债务 它其实呢 是不存在的 好那在这里呢 是第一种情形 那来看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呢 它谈到的是说 在狭义的无权代理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本人 那这块呢 其实这个本人就是被代理人 如果说咱们这时候 没有构成表件代理 它是一种狭义的无权代理 那这时候被代理人我们呢 其实是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或者说呢 如果是超越代理权的话 对于呢 超越代理权限的部分 我们也是呢 不需要去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的 因为自始至终 我们没有在票据上 做出过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好那你再比如说 如果票据伪造里边的被伪造人 那这个被伪造人 也是没有说在票据上进行过 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因此呢 我也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这块其实出问题的 还是票 也就是票据上所记载的 特定债务人的这个票据债务 它其实呢 是不存在的 那这块你会发现 其实呢 这块的内容 如果说你要想把它学好 其实呢 是取决于 你前面对于票据法总则 包括未来 我们关于呢 票据法分择一些 最底层的基础知识 如果说你基础知识能达好 那其实这块呢 其实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好那这块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你再比如说 当我们这个票据被变造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我是在变造之前 去签章的债务人 我可以呢 拒绝依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 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比如说这个十万 变七十万 那这时候如果说 我是在变造之前 去签章的人 我其实呢 仅仅承担十万块钱的责任 对于多出来的这六十万 我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好再比如说 对特定债务人的一个票据的时效期间 已经经过了 那这时候我们的票据债务呢 就消灭了 好你再比如说 对于那特定票据债务人的一个追索权 但是呢 你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 比如说你没有严格的存期提示 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来提示 又或者呢 你没有去取得据付证明 那这时候呢 由于你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 因此呢 你的票据权利是丧失的 那也因此 我呢 可以享有一个相应的抗辩权 好那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 我们第三个情况呢 谈到的是说 票据权利的一个形式 它呢有可能是不符合债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票据权利人 行使其权利的时间地点方式 你不符合我们票据的记载 或者是不符合法律的一个规定 又或者呢 我已经是经过人民法院公式催告之后 已经做出了一个除权判决 那这时候呢 票据权利人持票据 而不是除权判决来主张权利 那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除权判决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使得呢票据权利 从这个票据上给它剔除出来 所以说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人民法院 做出了除权判决之后 这个票据权利人 可能某一天在一本书里 发现了这个票据 他又拿着这个票据来主张权利 那你注意 由于这时候票据 已经不再是票据权利的一个凭证 因此你拿着这样的一个 除权判决之后的票据 来主张权利的话 这块呢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里边呢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些点 好那我们前边呢 给大家谈到的就是关于物的一个抗辩 那这个物的抗辩 往往呢出问题的就是这个票本身 大家呢能够看到 关于这个知识点 其实呢主要是取决于 你前面关于票据法总则 和分则的一个学习 你只要积累的好 那其实呢关于物的抗辩 应该说呢不会构成特别大的一个障碍 另外呢就是从考试角度来看 这块呢物的抗辩 其实并不是咱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好那紧接着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 人的抗辩 那这个人的抗辩 其实呢换句话说 本身这个票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对你进行一个抗辩 主要呢是因为来的人不对 或者说呢我现在的这个抗辩 其实不是针对票本身来抗的 我是针对人来抗的 所以说这时候有可能是假同学来 我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 因为这时候我抗的不是这个票本身 我抗的就是假同学这个人 那这时候如果换一个人 拿着同样的一张票 有可能变成了乙同学来 那这时候有可能我对假能够主张的这些抗辩 我对乙就不能够去进行主张了 所以说这个抗辩本身不是票的问题 是来的人的问题 所以说呢这个叫做对人的一个抗辩 而且呢它就叫做一个相对抗辩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能够对假去主张的这个抗辩理由 有可能对乙你就主张不了 那这个呢就叫做一个相对的抗辩 好这块呢其实就是我们密提老师 特别特别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先来学习一下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是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一个抗辩事由 来对抗我们的持票人 但是呢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 而取得票据的除外 好那这个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帮助大家呢来进行一个讲解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首先呢 先从这个票据债务人 从这个成对人的角度来看一下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首先先来看 比如说呢只有一个出票人A A呢可能就把这个票出给了B 好那这时候呢B可能就通过背书的形式转让给C C呢就转让给D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模型 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去探讨一下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我这个票据债务人 他有可能呢是咱们的主债务人 也就是这个成对人 那有可能呢是其他的一些人 比如说背书人等等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说呢我们这块强调的是说 票据债务人不得呢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是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来对抗持票人 好那它究竟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给大家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帮助大家呢来进行一个理解 好那在现实生活中啊 往往可能我们这个成对人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银行 也就他可能是一个银行成对汇票 好那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出票人A 他呢可能就出票 那这时候呢票据就经过这个背书转让 到达了D同学这里 好到达了D同学这里之后 如果说有一天这个D同学高高兴兴的找到银行 说请求你来进行一个付款 好那这时候银行就说了 说你也不看看这个出票人小A 小A在我这根本就没有存足够多的钱 比如说这张票据金额是60万 好那这时候小A同学 其实在我这只存了10万块钱 好那我们这个票据债务人 这个银行 可不可以以这个理由来拒绝 去支付这60万的一个票据金额 你注意这个就不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谈到的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 也就是票据债务人 你不得呢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一个持票人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个银行现在是不是对这个票已经进行了一个成对 好你既然是进行了一个成对 相当于就是说你对于将来这个票据到期 要进行一个付款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你是予以过认可的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 你将来就要去承担一个到期付款的法律责任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边谈到的一个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那大家想立法者他为什么要创设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他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票据的一个流转吧 因为如果说我这个成对人可以以自己和出票人之间的这些破事 来对抗我们的这个持票人私地同学的话 那这时候你想你这个票据还能不能够顺利的流转 那每个人在去受让这个票据权利的时候 我心里边总会觉得有一点点怕怕的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不能够与自己的这个出票人之间的室友 来对抗持票人 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时候不是小A有问题 是我们这个小C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小C刚好 他就欠了我们这个银行 比如说60万的一个贷款没有还 好那如果说呢 你是欠了银行的这60万的一个贷款没有还 大家来想 如果说这个时候找到银行来的本身就是C同学 那你说银行可不可以去抗辩C同学 这60万的一个票据权利 你注意可以 因为这个C同学本身你就欠了我们银行 刚好60万的一个贷款没有还 所以说这时候你在向我去主张票据权利的时候 我是可以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的 因为这时候你欠了我60万的贷款没有还 也就是你是和我直接有债权债务关系 并且呢没有去履行相应的约定义务 那在这时候我是可以对你进行抗辩的 好那这时候我们现在探讨了 这个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说如果说现在这个小C同学 我知道自己怎么样了 我来的话银行是不会付这60万给我的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呢我把这个票据去背书 转让给一个不知情的一个私地同学 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私地同学 他在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成对人X银行 我可不可以把去对抗C同学的这个抗辩事由 来向这个私地同学进行主张 你注意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这谈到的一个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的票据债务人 不得呢以自己与我们这个什么呀 持票人前手 那我们持票人现在是不是私地同学 好我不能够呢与持票人前手 也就是我们这个C同学之间的抗辩事由 来对抗这个持票人 好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他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说你能够去抗C 是因为C欠了你60万 但是如果这个票现在到了小弟这里 我小弟也不欠你钱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向你去主张这60万的时候 你就必须乖乖的把这60万给我支付过来 好那这个你想一下 为什么立法者要创设这样的制度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去鼓励交易 保证这个票据的一个流转 好如果说我让你能够去抗辩 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弟同学 以后就不敢收票了 因为你在去收的时候 你要把所有的前手ABC 和这个成队人之间 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 相应的抗辩事由 你要做非常充分的一个禁止调查 那这个呢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现实 所以说呢在实物当中 我们就创设出来了这样一个票据抗辩 切断制度 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保证票据的一个流转 让我们的这个后边的这个后手 这个背背书人 这个票据的受让人 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 去受让这个票据 好那这块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在这个里边呢 你注意一下后边有一个小尾巴 这个小尾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是持票人 如果明知存在抗辩事由 而取得票据的除外 好那还回到我前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D同学 如果说你明知说C呢 是因为欠了这个X银行 60万贷款还不上 那这时候如果他自己 跑到这个X银行这来主张权利 我们这X银行肯定是对他 可以进行抗辩的 那这时候这个小C呢 就找到小D说 你看我欠了这个银行60万 所以说这时候我不方便出面 那这时候我把这个票给你 由你出面向这个成队人 X银行去主张权利 好那如果说这是我们这小D同学 相当于呢 我是明知存在着抗辩事由 但是我仍然义无反顾的 去取得了这个票据 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成队人X银行 可不可以去对抗 我们的持票人小D同学 你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就可以去对抗他了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 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好那在这里什么叫做 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我稍微呢多说两句 你看一下 本身是不是说 本来我们可以去对抗 我们这个小C同学的抗辩事由 就是小C同学 你欠了我60万银行贷款没有还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有一个抗辩事由 可以对抗小C 但是当他把这个票据 背书的形式 转让给小D的时候 那这个抗辩的事由 是不是就在 这个背书环节上 进行了一个割裂 我就是把这抗辩事由 进行了一个切断 在切断了之后呢 将来我还能不能够 把这个抗辩事由 向这个小D同学来主张 你注意你就不可以了 这个就是所谓 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就是你能够去 抗辩小C同学的事情 但是呢 到了小D同学这里 你就不能够向他 来进行一个抗辩 这就是所谓 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 好那这个 我们如何来更深层次的 去理解一下它呢 后面的这个内容 相对来说 是比较偏法理性的 如果大家呢 你能够听懂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听不懂 我觉得其实对于你考试 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稍微呢 多说两句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这个A出票给了B 那这时候 其实B同学呢 就是票据权利人 这个票据权利本身 我给大家讲过 它其实就是一种债权 所以说这个票据权利人 B同学 他就是一个债权人 好那这时候 他通过背书的形式 去向C同学转让自己的一个票据权利 其实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种债权的转让 那这时候我们的票据债务人是谁 是不是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队人 X同学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成队人X同学 仍然是债务人 但是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债权人 不停地在去转让自己的债权 好那在这里边 其实呢 按照我们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给大家讲过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说如果债权人去转让债权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受让人 其实呢 你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债务人 我这个债务人本身 对于原先转让方 原债权人能够主张的抗辩 其实我是可以向这个受让人 也就是新的债权人去主张的 这个是我们在合同法里 给大家的介绍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在票据法这块 我能够对原债权人主张的票据抗辩 能不能够向新债权人去主张 你注意不可以 也就是我的这个抗辩室友 随着票据的流转 进行了一个割裂和切断 那之所以要创设这样的一个制度 本质上来说 就是为了鼓励交易 鼓励这个票据的流转 所以说呢 我们基础原因关系是存在于呢 我们收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 如果说这个时候票据出现了转手 那这时候原因关系呢 必须彻底的去断裂掉 好 这个呢 你就稍微去知晓一下 说这块其实呢 和你从合同法意义上角度来讲的 这个债权的转要 它其实呢 适用了不同的规则 也就是在票据这块 我们呢 其实是存在着一个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的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前边呢 给大家的一个讲解呢 其实我们是站在票据主债务人的角度 就是站在这个成对人 X的角度 好 那其实我能不能够站在这个背书人 B的角度来看 你注意这个时候呢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仍然是出票人 A出了票 A出了票之后呢 就给到B B呢 这时候就背书转让 给到C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呢 如果说这时候 C同学我没有背书转让 我呢 就自己找到这个X银行 请求付款 那这时候X银行呢 进行了一个拒付 好 那这时候拒付之后 我们这个C同学 行使付款请求权受阻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行使一个什么权利 第二顺位的权利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追索权吧 好 那这时候 我在去行使追索权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朝B来进行追索 你注意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如果说这时候 我朝B来进行追索的话 B可不可以对我进行一个抗辩呢 你注意这个时候其实B是和C之间 具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 那你换句话说 B我之所以要把这个票通过背书的形式转让给C 可能是因为我们底层呢 有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那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里边 我们这个B同学呢 是一个买售人 那这个C同学呢 是一个出卖人 那这时候为了支付价款 我才把这个票据背书者扔给你 好 那如果说这时候 你在买卖合同向下 卖着我的这个货物本身 是有质量瑕疵的 是有问题的 那这时候如果说 我们这个C同学在舔着脸 说向我们这个B同学 行使一个追索权 那这时候我B同学 可不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 你注意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你卖着我的货物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时候你在想我行使追索权 这样一个票据权利的时候 我呢就可以向你行使一个抗辩权 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抗辩权 好 那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说 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也就是说本身 我可以向C去主张的一个抗辩室友 如果说这时候C同学呢 他把这个票背书转让给了小D同学 那这个时候是小D同学 向X银行请求付款 被拒付之后 小D同学在向这个B 来主张一个追索权的时候 那这时候作为债务人的这个B 我可不可以把本身 向C可以主张的这个票据抗辩 我可不可以向D来主张 你注意不可以 这就是所谓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那随着这个票据的背书转让 我的这个抗辩室友就在C和D之间进行了一个割裂和切断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票据债务人 那这时候的债务人有可能是咱们的背书人 也就是B同学 我不得呢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 也就是我不能够以我和C之间的这个抗辩室友 来对抗谁 对抗持票人 也就是小D同学 所以说这个里边他其实谈到的就是 如果说呢我们这个B作为一个背书人 那他同时也是一个票据债务人 那这时候我是不能够把我们这个持票人前手 也就是我和C之间的抗辩室友 来向我们小D同学进行一个主张的 这个就是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 就是本身我可以来抗辩C的适用 但是呢随着票据的一个背书转让 这个抗辩室友就在C这里面进行了切断 我是不能够呢再去向4D同学去主张这种票据抗辩的 那这样你也能够看出来 我之所以要创设这样的制度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去鼓励票据的一个流转 好那在这里边呢大家就能够看出来 究竟什么叫做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理解清楚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外 那首先第一个例外呢就是票据债务人 可以呢对不履行约定义务 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来进行抗辩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前边给大家去谈到的这个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的持票人D同学 虽然呢我有一张比如说60万元的一个票据 那这个票据可能现在已经到期了 但是你刚好就发现我们这个小D同学啊 他欠了我们X银行60万元的一个银行贷款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银行这个成对人X银行 可不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拒付 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 你注意可以 因为这个小D同学就是和自己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并且呢你没有履行约定的一个义务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不可以对你进行抗辩 注意可以 好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这个时候 假比如说这时候我们的是这个C同学 把这个票据的背书转让给我们的这个小D同学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小D同学去请求X银行付款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拒付 得到拒付之后 这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去朝这个C同学 行使一个追索权 好那结果呢你就发现 我们这个C和D为什么要进行一个票据的背书转让 是因为呢他们可能签署了一个买卖合同 那在这个买卖合同里边 我们这个C同学他就是一个买售人 我们这小D同学呢就是一个出卖人 好那如果是由于这种情形 那假比如说在买卖合同里边 我们这个出卖人小D同学卖的这个商品 是质次价高的 是有质量瑕疵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C同学可不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 也就是小D同学在去朝C行使这个追索权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对你进行抗辩 你注意可以也就是你和我是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而且你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 你交过来的货是有质量瑕疵的 那因此我可不可以对你进行一个票据抗辩 注意我可以对你进行一个票据抗辩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票据抗辩切断的第一个例外之处 那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看票据抗辩切断制度里边的例外之二 也就是呢因为顺收继承赠予等无偿取得票据 那他们虽然不受到给付对价的限制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结论 就是其所向有的票据权利 不得呢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好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A呢出票给了B B呢背书转让给了C C呢由背书转让给了D 但是这个时候C给到D的过程 比如说呢我是由于捐赠等等原因给予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是由于一个赠予所给的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常队人X 还是我们的这个背书人B同学 本身如果说我可以朝C去主张的一些抗辩 那这时候我可不可以朝D来主张 你注意可以 比如说这个C同学可能欠了 我们这X银行60万的一个贷款没有还 那这时候虽然说是我们的小弟同学 来向这个银行的主张说相应的票据权利 但是由于你的这个票据权利 是接受赠物无偿取得的 因此呢你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 那如果是由于C同学欠了银行60万的贷款没有还 那这时候我们这X银行 可不可以向小弟同学主张相应的抗辩 注意可以 好那站在背书人B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说呢又是B和C之间 我们签订了有一个买卖合同 那在买卖合同向下 作为出卖人的C同学 我呢卖过去的货物是致次价高的 是具有一个质量瑕疵的 那在这时候我们这个D同学 可不可以朝B去行使一个追索权 那你在行使追索权的时候 我们这个B同学呢本身 可以向C来主张的这个抗辩适用 我现在可不可以向D来主张 可以 因为这时候小D同学是由于接受赠予 我没有支付对价 所取得的票据权利 那这时候我的票据权利 是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这个呢就是我们票据抗辩 切断制度的第二个例外 这点呢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第三个例外 那这个第三个例外呢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好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带大家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法条 这个呢也是考试的时候的一个高评考点 请大家呢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那这块呢它谈到的是说 我们背书人 如果说呢在汇票上背书的时候 我记载了不得转让的一个字样 好那这时候比如说出票人 我出票呢给到了B 然后这个B呢再去背书转让给C的时候 其实呢我在票上就写了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后手呢不听话 也就是这个C同学 我再一次的背书转让 那这时候呢我们原背书人 那这个原背书人是谁 原背书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小B同学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不承担保证责任 好那这个说的是谁 我们这个原背书人对其后手 那这时候原背书人是B 他是前手 他的后手是谁 他的后手是不是就是小C同学 那我们后手的背背书人 那这个后手这个C同学不听话 又一次的将这个票据进行了背书转让 因此他的后手其实还就有一个身份 就是背书人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背书人是C的话 背背书人是谁 背背书人是不是我们的四弟同学 所以说这里边大家一定看清楚 说原背书人指的是小B同学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他的后手指的是C同学 那后手的背背书人 其实指的是小D同学 那我对于这个小D 就不再去承担一个保证责任了 好那因为说呢 我这个背书人B 我在背书的时候已经说了 说不得转让 结果你现在这个C呢 死活不听话 非要把这个票的背书转让给小D 那在这时候 我们这个RB同学 对于四弟同学 我就不再去承担一个保证责任了 这个呢 也是票据抗辩的一个例外 好那这个在实务当中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这个呢 其实在实务当中 还是非常有用的 好我们这块呢 就假设 我们呢 现在是这个B公司的一个职员 好那假比如说 你是B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一个人员 好那在这时候呢 由于业务工作上的一个需要 你可能呢 就需要把这个票 背书转让给这个C公司 好那你在背书转让的时候 你就写下了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那它的好处呢 其实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B公司 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什么叫做不败之地 好 我们这块呢 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这个C公司呢 它特别的听话 它就没有把这个票呢 去进行一个背书转让 好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将来 我们这个C公司 请求成队人X银行 去付款的时候遭到拒付 那在这时候 它可能就会朝B公司 来进行一个追索 好那在这时候 找到B公司进行追索的时候 如果说这时候B和C之间 我们的这个买卖合同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C 作为一个供货方 你作为一个出卖人 你向我们B公司卖的这个货 其实它是有质量问题的 那这时候 你是不是和我有一个 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且没有履行约定义务 那这时候我能不能够 向C公司主张相应的抗辩室友 你注意是可以来主张相应的抗辩的 这个呢 是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的第一个例外 好那这块是不是说 如果C公司 我在去背书的时候 写下不得转让 但是这个C公司呢 它其实没有去进行背书转让 那这时候将来B公司 其实呢 我是可以保证我自己的一个利益的 因为如果说呢 你给我供的货没啥问题 我就把这个钱给你付一下 但是如果说 这时候你给我供的货有问题 那这时候呢 我是可以向你来主张一个抗辩的 好那这是第一个层次 说可以呢 保证B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层次 这第二个层次呢 其实谈的是说 我们这个C公司不听话 这时候仍然呢 把这个票据就去向后进行一个背书转让 他把这个票据呢 背书给了四弟同学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将来呢 这个四弟同学 他呢 其实又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提示付款 这时候我们的X银行成队人进行了巨付 好那这时候如果说是第一公司跑来 向我们的B公司去行使这个追索权 那这时候我能不能够向他主张相应的抗辩 你注意可以 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法条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原背书人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我是不需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的 我不需要去保证这个票据得到相应的一个对付 那因此我既然是在这个票据背书的时候 已经记载了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但是呢 我的这个后手虽不听话 他再去背书转让 那因此呢 对于后手的背背书人 这个四弟同学 我们RB公司呢 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发现了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后手C公司听话也好 不听话也好 其实呢 都可以充分的保障我们B公司的一个利益 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你在背书的时候 写下不得转让的一个字样 它呢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好 那在这里呢 我要稍微和大家呢 去强调一下 你能够去发现 我们这个法条本身呢 它其实是非常晦涩 非常去高度浓缩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条 其实呢 大家在考场上 你是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 直接把它还原出来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条 希望大家呢 下来之后 能够尽可能有针对性的 对它呢 来进行一个背诵和记忆 好 这个呢 是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的第三个例外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 那在这里 我们简单的呢 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第三单元 票据抗辩的内容 那这个票据抗辩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分为 对物的抗辩和对人的抗辩 两种类型 对物的抗辩 它其实呢 又被称之为是一种绝对的抗辩 其实呢 主要出问题的是这个票本身 因此呢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抗辩 好 那这个对人的抗辩 其实呢 是一种相对的抗辩 主要呢 并不是票出了问题 而是来的人有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说票据抗辩的一个切断制度 也就指的是票据债务人 不得呢 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是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去对抗这个持票人 那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保证票据的一个流转 但是在这里边呢 它会有几种除外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这个持票人 明知存在抗辩事由 而取得票据 那这时候我当然可以 对你进行一个票据抗辩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呢 票据债务人 可以呢 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我是可以来进行抗辩的 好你再比如说 因为呢 税收继承赠予 我依法无常取得票据 那这时候呢 我所需要的票据权利 不得由于其前手 好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背书人 在会票上记载 不得转让的字样 但是呢 我的后手仍然是 哎不听劝 把这个票据进行一个背书转让 那这时候我们的后果就是 原背书人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这时候呢 咱们就不再去承担一个保证责任了 好那这个呢 是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以及相应的一个例外 这个呢 是考试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希望大家呢 下来之后 能够重点的盯防 一些重要的法条 希望大家呢 能够做到有针对性的记忆 好那关于第三单元 票据抗辩 就和大家呢 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